小金不是说 她跟金斗关系很好吗 那你干嘛不把她一起叫过来 话说见面三分情 或许她来的话 我们今天的合作 可以谈得很顺利呀 我是在替你着想 我不想继续和小金有来往 免得你心里不舒服 生意做不来可以做别的 但你只有一个 懂不懂 好 让两位久等了 金斗您好 你好 我是曾风建设总经理颜歌 这是我的秘书 您好 金斗市长 您好 请坐 谢谢 坐 怎么 只有两位啊 小金没来啊 金斗市长 孙小姐虽然跟我是旧时 但她目前已经离职 不再曾分工作了 而这个合作案 早在孙小姐之前 就已经跟贵公司联系 但是没能够跟你见上一面 原来是这样 燕总经理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愿意见你 那完全是看在小金的面子上 结果你现在呢 要把小金给撇开 这样不好吧 金斗市长 孙小姐从头到尾都没有联系过这件事情 怎么能说我把她撇掉呢 我今天是很有诚意地来探这个合作案的 能不能先请金董看过我的合作规划 然后我们再聊其他的细节 不忙不忙 没谈好原则 先不看规划 金董市长 我们总经理的计划都很完善 相信你看过之后 一定会有兴趣继续往下看到 我这个开发呀 最重要的就是地段 地段好 什么样的规划都是锦上添花 严总经理 据我所知 你跟小金原来是男女朋友 甚至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 怎么现在张口闭口都是孙小姐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私事 如果金董市长对合作案不感兴趣的话 那我想 我们就不打扰了 总经理 不要这样子 金董市长 小金 来来来 怎么样 严总经理 你也在这儿啊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参加你们的讨论吗 当然不介意 来来来 坐坐坐 来 来 严总经理 你也坐 小金啊 这个开发案哪 我可就相信你一个人哪 怎么样 给点意见吧 好 严总经理 可以说说你的规划了 这是整个商业区的平面图 这是车站 也是最重要的交通运输中心 从这里延伸出来 这里是铁路 这里是高架桥 这是快速道 这整个区域的商业大楼非常的多 但是 没有移动 足够分量的商业楼 这也是我们目前规划的重点 这是商业中心 这是国际会议中心 这是国际会议中心 我们将会规划在这一块 这不只是个人工程明就的问题 这将会为整个地方上的经济推动 带来正面的意义 不好意思啊 我实在是太兴奋了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一个 地标性的建筑 而且尤其这个地标性的建筑 如果建在最精华的地区 当然这个就太完美了 金董怎么样 联合开发这样一个 地标性的建筑 应该很有成就感吧 坦白地说 这个规划 的确是比我原来想象的 要好很多 只不过 这个S型的建筑 中间牺牲掉的空间 是会很多的呀 金董事长 这是必要的牺牲 而且作为一个 国际性的商务中心 空间 气派 是基本需求 而且其实这不能说是浪费 它只是被改为柔性用途 应该这样说 实际的评数 增加的是实际贩卖单位 而严总经理的做法 是增加了每个单位的价值 也就是说 将来在售价上 我们会有所提高 以弥补单位面积的损失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金董事长 实质上的收益 并不会改变 但这栋建筑物 却同时可能成为 兼具时尚与典雅的 城市艺术品 不愧是旧情人哪 你们之间的默契 可是真好 说得我 好像不合作都不行 靳董事长 您是放不下这么好的机会吧 怎么样 什么时候签盒都被忘录啊 这件事情越早敲定越好 早点完工 就早点完成我们的伟大理想啊 这个嘛 没有问题 我看这个事啊 就交给你处理吧 严总经理 你应该好好地谢谢孙小姐 对不起 孙小姐目前不是苍丰的员工 如果金董事长有医院合作的话 我会请夏小姐负责中间的联系 而夏小姐同时也是我现在的女朋友 不是我这个人毛病多 我还是希望金董事长是真的喜欢我提出的规划 而不是因为孙小姐的交情 我当然是很喜欢你的规划了 但是我更习惯和孙小姐谈事情 我跟她数码 凡事好商量呀 我说过了 她不是岑丰的员工 我没有必要让她这么辛苦地帮忙 不然这样好了 我就当个中间人 帮你们之间互相沟通协调 等合约谈好正式签约了 我再离开 金董事长 其实这次我们的合作 严总经理 你不需要这样拒人千里之远吧 如果你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情 真的已经淡到了 我当中间人你都觉得别扭 那不如这样 等事成之后 你包个红包给我 这样总可以了吧 我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到 这个合作案的本身 是不是能够真的吸引金土 希望您好好考虑 如果您有意愿合作的话 随时与我联络 如果您还是觉得 非孙小姐介入不可的话 那也没关系 我们就当交个朋友吧 甜美我们走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这就是你喜欢的男人 什么牛脾气嘛 他是对自己的规划太有自信了 你不也被他的专业吸引了吗 这就是严格 他总能用他的专业 让你折服 让你忍不住爱上他